九九重阳节县长徐真伟 八号南下御礼镇大宇以及光复乡 两位百岁仁瑞的家中进行慰问 看到县长清临镇里百岁仁瑞 以及家人都倍感温馨 也相当感谢县府对社会长者的照顾和关怀 一走就奔驰百里 来到南区御礼镇大宇酸甘 百岁仁瑞李大秀家中 探视慰问的县长徐真伟 紧握仁瑞阿公的双手致意祝福 曾获得模仿父亲代表的仁瑞阿公 看见县长亲自到府探望 内心欢喜之情 一语言表 看不出来 你比我们县长年轻 这很重哦 拿拿看 哦很重 很快很快 10月11号就是九九重阳节 县长许真伟在百忙之中 仍不忘将祝福 以及县政府的关爱 亲自送到每位百岁仁瑞手中 下午来到光复乡探访101岁的仁瑞阿嬤 而话不说立刻给阿嬤一个大大的拥抱 两人并且也闲话家常 打造花莲成为元气乐龄健康长寿的城市 相当重视长者生活照护的县长许真伟 在社会处长的陪同下今天分别前往了玉里 以及光复两乡镇 为百岁仁瑞献上祝福 制证了重阳礼金1万元 金锁片以及敬老状 许真伟祝贺每位百岁长者身体健康 也借此鼓励长辈好好照顾自己享受健康的晚年生活 记者张敏泰 石玉兰在玉里 以及瑞穗的采访报道